你敢想象吗,竟然真的有人能够长生不老 哈喽,大家好,我是南山 你的订阅就是我创作的动力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被片名耽误的恐怖惊悚片 救命解药 影片开始,负责大俄合并案的总裁罗兰 前往阿尔卑斯山中一家神秘疗养院修养 可在合并案最紧迫的时刻 他突然宣布,自己不再过问公司的一切事务 这让董事会很着急 于是派遣年轻有为的高管拉克哈 前往疗养院接罗兰回来 而拉克哈之所以能爬到这个位置 其实是因为他在年度计效的报告中做了手脚 面对董事会的威胁 他不得不只身前往 根据斯基的描述 这个疗养院所在的地方 其实也有很长的历史 两百年前有一位男爵住在这里 他对贵族血脉的纯净有着高度的偏执 于是想和自己的妹妹结合 这种行为自然遭受了当地人的反对 教会制止了男爵的行为 村民也闯入城堡烧死了男爵的妹妹 而男爵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后来就在城堡旧址上 建起了这个高档的水疗疗养院 来这里的人都是一些上了年纪 有钱有势的人 拉克哈到达后被告知已经过了探访时间 而且这里为了让病人安心疗养 手机还没有信号 无论如何院房都不肯通融 最终双方协商 晚上七点 等罗兰疗养结束后才可以见面 于是拉克哈决定先下山 可在半路上汽车撞到了一只鹿 汽车失控翻下了山 等他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在疗养院昏迷了三天 自己的腿还因为受伤而无法行走 疗养院的主人亨利亲自接待了他 拉克哈想要给公司打电话 亨利说他已经和公司取得了联系 公司那边同意拉克哈在这里安心养伤 主人还说想恢复得快就要多喝水 但是拉克哈竟然在杯子里面发现了一个小虫子 当然他也没有在意 疗养院的患者都享受各种各样的水疗 他在蒸汽房找到了罗兰 起初罗兰并不愿意离开 但通过拉克哈的劝说 罗兰还是同意了先去公司处理事务 拉克哈在外面还碰到了一个特殊的病人汉娜 他说来到这里的人都不会离开 等拉克哈一切都收拾好后 主人亨利却说罗兰病情突然加重 暂时走不了 然后也不让他见罗兰 拉克哈一时情急竟然流了鼻血 然后脸色苍白地晕倒了 等他再次醒来时 已经在亨利的办公室 亨利说他器官衰竭 体液不平衡 病情很严重 需要接受治疗 拉克哈不得已同意了 而他则趁亨利出去之际 偷偷拿走了罗兰的病例 然后拉克哈接受的第一个治疗 是浸泡在巨大的水缸里净化自己 就在拉克哈渐渐适应水中的环境时 突然发现自己的身边竟然出现了很多的鰻鱼 他奋力向上游去 想打开顶部的舱门 但氧气管却被扯了下来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拉克哈被救了出来 而医生也检查了水缸 发现里面并没有拉克哈所说的鰻鱼 医生说可能这是由于体内排出毒素 产生了幻觉 晚上拉克哈回到病房时 发现外面有人在往地下室运东西 第二天 拉克哈碰到一个叫瓦金斯的老太太 他说两百年前 这里的农民经常发现一些像木乃伊的尸体 拉克哈推断 这是男爵在拿平民做实验 来治疗他的妹妹 他想到地下室去看看 却被光头圆钉制止 他找到汉娜 用母亲留下的芭蕾舞女孩作为交换 让汉娜骑车带她去山下的小镇 两人一路畅通无阻 来到了小镇的一个酒吧 多方打听下 拉克哈找到了一个医生 并给他看了罗兰的病例 医生说这是一种特殊的脱水病例 拉克哈瞬间迷茫了 山上的病人每天都在大量地喝水啊 当他想问更细节的问题时 医生却不再多说什么 接着医生带着拉克哈来到被捆住的牛旁边 这头牛因为喝了污水已经活不了了 然后医生划开牛的肚子 里面竟然流出了大量的鰻鱼 拉克哈回到酒吧给总部打了电话 原来亨利根本没有和公司联系过 这几天联系不上拉克哈 公司非常着急 然后公司告诉拉克哈 罗兰之前非常健康 去了疗养院之后反而生病了 情急之下 想到汉娜之前说的 来的人就不会回去 抓住汉娜问他蓝萍究竟是什么 此时亨利带人也赶来了 把他俩带回了疗养院 晚上拉克哈再次看到有人往地下室拉东西 然后他发现自己的牙竟然掉了 来到值班护士这里 偷偷看了护士的本子 发现罗兰在输业区 然后来到输业区碰到了瓦金斯太太 瓦金斯太太说 男爵的妹妹在被烧死之前 其实已经有了孩子 村民把孩子挖了出来才烧死的他 接着拉克哈发现了在水缸中的罗兰 但却束手无策 于是跑了出去 结果碰到了亨利 亨利要为拉克哈治疗牙齿 此时他已经知道拉克哈偷了罗兰的病例 治疗结束后 拉克哈赶忙跑了出来 正巧一辆车来送人 他火速上车 然后跑到了警局 可警局和亨利都是一伙的 然后罗兰也出现 竟然说拉克哈一直威胁他出去 亨利说拉克哈之前看到的好多都是幻觉 就这样拉克哈被带了回去 在马桶水箱里还看到了很多的鰻鱼 当然这都是虚幻 然后他和其他人一样 被安排各种各样的水疗 这晚他终于拿掉了腿上的石膏 自己的腿其实压根就没事 然后偷偷跑到地下室 发现这里是一个地下洞穴 还有很多鰻鱼以及婴儿的标本 来到洞穴深处 是一个巨大的湖泊 而一个光头圆钉正不断地往里面扔一个个 干枯如木乃伊的尸体 刚扔下去成群的鰻鱼就会分尸尸体 另一头 汉娜晚上去了游泳池 结果来了大姨妈 这也吸引了很多的鰻鱼 还好 没什么事 人都跑出来碰到一起 找到亨利 拉克哈向大家说了 来到这里就会生病 根源就在水里 可此时大家却站起来 如丧尸一般说自己有病 看来他们都产生了幻觉 然后拉克哈被关到一个容器里 每个人都在被蒸馏 然后提取出精华的人油 经常喝这样的人油 可以永保青春 接着 拉克哈被灌入了很多的鰻鱼 来过滤身体 此时的拉克哈彻底成为病人了 这天汉娜看到拉克哈 拉克哈也拥有了洁白的假牙 只不过神情呆滞 果然来到这里就无法出去 这晚亨利竟然要和汉娜结婚 拉克哈偷偷跑到亨利的办公室 终于发现了真相 原来亨利就是昂百年前的男爵 妹妹被杀后 她一直在抚养孩子 而这个孩子正是汉娜 后来她建立了这个疗养院 她和汉娜一直靠人油来保持青春 当然汉娜不知道这一切 因为她是近亲结婚的产物 精神有点问题 亨利等了好久 终于等到汉娜成人的这一天 于是想要和汉娜结合 来保持贵族血脉的纯净 拉克哈知道了这一切 她把汽油倒入地下室 然后揭穿了亨利的真面目 被戳破真实身份的亨利 也截下了自己的面具 而拉克哈则用打火机点燃了汽油 趁着亨利被火灼烧之际 拉克哈连忙来到床边解救汉娜 但很快亨利便扑灭了身上的火 然后和拉克哈扭打在一起 身体孱弱的拉克哈并不是亨利的对手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汉娜出手杀死了亨利 亨利最终被鳗鱼分石 而大火也将整个疗养院焚烧殆尽 拉克哈骑车带汉娜离开这里 不料在下山的途中却迎面撞上了董事会议行人的车 他们本想要亲自来接罗兰 但知道罗兰已经死了 他们便决定带拉克哈一起回去 最终拉克哈没有理会他们 带着汉娜继续向山下驶去 但很快 她脸上轻松的笑容便逐渐转为猙獰 至此影片结束 对于这个结尾 其实是有很多争议 有人认为下山的拉克哈露出了洁白而整齐的牙齿 而她之前牙齿掉落 而且还被拔了一颗 很多人认为这不是真的拉克哈 而是男爵替换的 但其实整个医院的患者都有掉落牙齿的情况 所以这里应该是假牙 而且男爵虽然有很多人皮面具 可在临死之前却一直没有机会去换身份 也有人认为 拉克哈其实在车祸中已经死了 这一切都是她死前的大脑活动 根据翻车时的剧烈程度 拉克哈尽管是三天后才醒来 但不可能脸上一点痕迹都没有 就连腿伤都是假的 还有就是拉克哈一开始在疗养院看手表的时间 是3.07分 而她醒来后 手表的时间也停留在了3.07分 这可能是在暗示 她在死前最后记住的时间是3.07 还有人认为现在疗养院毁了 真正掌握长生方法的只有拉克哈 她准备成为下一个男爵 不知道看完影片的你 又有什么样独到的见解呢 最后希望大家可以点一点订阅 想你想看的影片告诉我 让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去看我们下期再见 的